及时新闻综合报道,时代力量党团助理陈维平在脸书PO出一张2013年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时拍下的照片并指出,在过几天,十九分之三,就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被被中国政府逮捕一周年,家属至今人被阻挠无法前往探视,针对有网友发起募军说要送他去北京, 他建议可以会给寻找李明哲,至于他本人目前仍被中国禁止入境,但中国若愿意发签证,他也会自费重回天安门广场,向中共政权诉求李明哲无罪,立刻释放李明哲。 318太阳花学运占领立法院行动领袖陈维平等人日前被高院二审宣判无罪,陈维平在记者会上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呛声,有网友因此为惩罚起一人军议员,送他去北京活动,不过此举遭到其他网友嘲笑,因为目前陈维平人被禁止入境中国,连香港都去不了。 今晚陈维平在脸书PO出一张他先前曾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时的照片,并指那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中国,后来签证就因政治因素遭到取消,直到今天人被禁止入境中国,香港。 不过他强调,不是在跟大家讨论勇气,而是在跟大家坦诚恐惧,并直言自己在天安门广场上比出六四手势。 这样不过一个小小的抗议时,感到恐惧,在香港机场的训问是漫长的等待中。 我感到恐惧,正因为这样的恐惧,我一刻都不想在中共的统治下过活。 虽然感到恐惧,但陈维平也说,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仍选择在该他讲话的时间,讲该讲的话,并指在318运动将满四年的此刻,大家对习近平春帝收拢对台工作的领导权,声称加强打压台独,竟然不乏一词,那才是一件荒谬的事。 并强调,在这个国家,他尊重人人都有享有发言的资格,大家当然有权表达反对,或是选择沉默,但我只想提醒各位,不要以为沉默就不用付出代价。 陈维平也进一步提醒,什么是台湾社会集体沉默的代价,李明哲就是他借此件。 一想捐款送他去北京的网友,可以直接会给寻找李明哲,因为李明哲至今仍被关押在湖南赤山监狱,且其家属至今无法顺利前往探视。 他也提到,如果中国愿意重新发给他签证,他也会自费重回天安门广场,向中共政权诉求,李明哲无罪,立刻释放李明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